今天 今天的重點大概會有幾個部分 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因為主軸是在ESL的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要怎麼用 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不是說你 隨便吐一個資料給他就自動幫你把報表做好了 把圖畫出來 不是 你要給他的是 他能夠用的資料 那個格式的話一定要很清楚 就是說蘭就是縱向的蘭 那中間不能斷開 你也不能給他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呢也不能怎麼跨蘭至中 有沒有很多人喜歡跨蘭至中不行 他不接受 所以呢你要給他的東西是他要的 那這個部分我給他一個名稱叫正規化 就是說你資料要 給他之前你要做一些資料的正規化 那你再吐給他 他就會幫你把 你要的結果給畫出來 比如說你今天要統計哪一個人的業績 是最多的 做排序 或者是你要針對 某一個產品 他哪一個產品銷售狀況最好 或者產品跟那個地區有什麼差異 有沒有 那其實這些 基本上 如果你給他正確資料 那利用樞紐分析表馬上就知道結果 好那所以呢你必須要做資料的整理喔 那今天第一步我們就是把 比沒有正規化的資料把它變正規化 然後再吐給樞紐分析表 那使用那個樞紐分析表裡面的最重要功能 不知道哪一些呢 第一個當然按呼吸吧 反正就是 怎麼樣去建立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的功能在哪裡 你等一下找得到 那不過要說明一下 Essale 版本現在太多了 有20 2003應該用來用越來越少了 Essale 2003已經 上去年來的時候 好像還有蠻多人用Essale 2003 那2007、2010、2013、2016 特別是 雖然都有樞紐分析表 可是功能 還是會有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上課的版本是 以2010 中間的版本 當成是 上課的版本 所以 有的時候你 突然說 老師為什麼你的畫面有 我的畫面沒有 因為你的版本 跟我不一樣 那 這個就很麻煩了 除非說大家 統一起來 大家都用同一個版本 那上課會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 如果你可能找不到那個功能的話 那也許是版本的問題 但是我們盡量都用大家有的版本 不過有一些 很重要的功能 你不講也不行 那那個 可能就會有版本的差異 待會我會跟你們講一下 因為 前一次上課就這樣 就很多 每個人版本都不一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版本不同的產生的問題 先說一下 另外就是說 怎麼針對那個樞紐分析表去做 你要放什麼欄位 幫你統計什麼東西 比如針對人 針對哪個產品 針對哪個地區 哪等等的相關的部分 你可以 拖拉進來 馬上統計結果就出現了 他可以幫你馬上算出有 哪一個產品是 銷售量最好的 或者你不用 計算總金額 你可以哪一個 產品銷售的數量最多 大概 還有百分比 最後可以把圖給畫出來 其實我想你如果會這些功能的話 對你工作就很有 至少你要跟 你老闆問你客戶 做一些簡報的時候馬上就有很漂亮的數字 你就針對那部分跟他說就好了 那 後面會有一些相關的功能說明 就是我們學習目標 所以今天的話大概會用幾個範例 跟大家做說明 那第一個我先 自己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我在這方面應該 有 相當的那個交絕經驗 至少交了 至少超過 電腦類交過30年以上 所以我看起來沒有這麼 看不出來 不過人家說真的 因為我有吃素 今天早上去餐廳吃東西 那個阿姨 你怎麼都吃菜 因為我就是吃素 所以他上面肉我都沒碰 那邊很多人都喜歡吃肉 尤其那個滷肉飯 那可能吃 牛肉湯 對牛肉湯 有的沒的 但是那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說吃菜 吃菜可能有個好處 就是比較不容易吃到一些 不知道啦 除了農藥之外 其他那個 不應該吃都沒有 你現在說海洋裡面很多那個什麼 一些像塑膠微粒那些啦 因為你可能說話機構超標的問題 也蠻嚴重的 那 如果你要找到我網路上 的資料蠻容易的啦 你Google吳老師的關鍵字 排第一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第二個就是我部落格 等等啦 要找到我相關資料還蠻容易的 那我交以Sail 也交了超過30年了 所以對他來說應該是 很熟悉 另外的話我也教一些程式設計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 比較 簡單的 我之前蠻怕說我講太難 因為平常教的都教很難 突然 要把物料放慢 然後把 誒 至少用使用就是那個 降低一點喔 不過有時候還難免會講得太快 所以你們也 如果太快你可以馬上跟我反應 另外的話我也把那個上課錄影下來 所以有些步驟太快 反正你回去 再反覆看就好了 因為我發現喔其實學習 你現場聽聽不懂 可是回去你反覆聽幾遍 尤其看影片啦 你可以暫停嘛 可以復習Picture嘛 那其實有的時候工作這樣啊 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就差那個步驟 差那個步驟就畫面上有就好了 可是你每次都要找你 不能每次找老師你在哪裡 我要找你 因為我那個 步驟不會 我說你看影片就好了嘛 之前不是錄過了 你就把它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 通常啦 上過我的課的 應該都 會很習慣 因為反正反覆聽嘛 一定學的會啊 沒有那個學不會 再難的東西也學的會 像寫程式也是一樣啊 寫程式怎麼可能一下就會 對不對 所以你反覆聽幾遍嘛 那像我的學生我就錄下來 你回去聽啦 反正 你會是 你回去有聽 你不會是因為你回去都沒練習 那問題是你不是我 我又把它錄下來了 有些老師他沒有錄反正講很難 然後也都不上 也不講很詳細 反正就叫你回去做 做不出來 應該是老師的責 因為老師 沒有認真 OK那 我大概教的東西太多了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可以 自己在 到那個網路上面搜尋一下 那 再來的話我的相關經歷 其實 泱泱沙沙沙的 我覺得比較 可以講的就是那個YouTube上面 然後其實我長期以來就是因為我怕學生聽不懂 就把他錄下來 放在YouTube上面 做這件事超過 十幾年 十年以上 YouTube開始就有了 然後 也因為這樣關係啦 其實也有很多訂閱啦 訂閱人數應該超過 23K 希望不多啦 不過因為我不是網紅 網紅的話那個數量都十幾萬的 但我不是網紅 再好強調 那當然喔 上面如果有超過半的那個訂閱人數 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然後 其他的話 曾經有創業經驗 拿過一個獎項 然後結出創業開模的獎項 然後目前的話 主要以教學工作為主啦 慢慢的話 就是退到後 後面 然後 從事一些 經驗分享啦 我覺得有些東西其實 真的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很多人其實 就專業腳尖 反正就是 一個專業技能的提升 其實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啦 真的 而且效率提高 像 公司 會開這個課 其實是希望你們會 就有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你不要說口說無憑 很多人都用講的 講半天 你數據給我看就好了嘛 對不對 到底經濟有沒有成長 數據拿出來看一下 而且不是單一個數據喔 各方面的數據都拿出來 對不對然後圖畫出來嘛 那一目瞭然嘛 不然每天在那邊 朝來朝去 數據會說話 對不對 OK 那 所以呢我們盡量還是 利用樞紐分析表做一點東西出來 今天的目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因為 長期在教學上面 有一點成績 所以 有一些單位 頒頁獎項給我 叫 卓越貢籤教師 秀一下而已 然後 這個叫什麼 趨勢先鋒 沒有啦 就這樣而已 那其他的話我的證照 也蠻多的 我覺得證照也是肯定 自己的一種能力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 有這方面 專業 專業能力 但是你怎麼 縮嘴 就是你說啊我有 有怎麼證明 拿證照出來不就好了 所以至少我 至少我 我自己喔 都身先士足啊 但最近有一些什麼 新的 技術出來 那我就自己去考 OK 所以我考了到現在也考了三十幾章了 對不對 像我那一次去參加研習啦 因為那也是考證照的教師研習 結果上面其實就是我以前教過的學生 他看到我在下面馬上 下去打招 你先 先上課好了 不過本來就是這樣啊 你沒有說永遠 你老師永遠都不用學習嘛 對不對 你還是要永遠充電啦 保持那個 你的那個技術的成熟度 所以你越高位的人要越謙虛啦 你要永遠不斷去看到下面的人 到底他的生活過得怎麼樣 不然的話根本都看不到啊 平常都被旁邊的人蒙蔽了 所以他說出來的話 就感覺好像 跟那個 差很多啦 所以上面的人其實 越需要越謙虛一點 OK 那所以不斷的去 然後 那個 YouTube的觀看事實 這個剛剛講過了 再來的話 有關那個 相關的參考用書 這本書我覺得 寫得還不錯 蠻簡單的 不過 看書學 總是還是會有個落差 為什麼 因為都是文字敘述 然後都是一張圖一張圖的 喔 倒不如我覺得影片啦 只是說現在的書都不做成影片 你乾脆教學就弄成教學影片就好了 好可是目前還沒有啦 書商可能還沒進步那麼快 對不對 所以會賣得很好的書喔 多半裡面都有教學光碟 都有教學影片 對 可是目前 當然 不過這個書還不錯 就是說他至少敘述的清楚啦 只是說那個作者 我都建議說你想要拍一個影片 把他放進去 這本書已經大賣 因為大家其實主要還是看影片 不是看書 或者甚至可以結合YouTube 有沒有 YouTube大賣之後 書也大賣了 所以如果你單單賣書 可能沒什麼問題 這本書其實也 也 不錯啦 那這本書的作者是那個日本人 其實從日本翻譯過來的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 Excel 部分 其實 樞紐分析表是在Excel 裡面 所以你Excel 可能要很熟 那Excel 裡面哪部分要很熟 就是函數部分 函數你至少裡面的那個意義用 你要很熟喔 比如說哪個問題用哪個函數解決 如果你可以很直覺馬上都做出來 那OK了 你這很多事情 兩三下都做完了 所以專業技能跟你工作的效率 我是覺得 完全是正比的 真的你看很多人做事情 很快 因為他很熟嘛 東西都會 那每天他塗垮煉鋼 其實你會發現他效率怎麼那麼差 他也沒偷懶 對不對 對每天都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不會嘛 至少慢慢來 那當然如果你要提高工作室 Excel裡面喔 函數要很熟 那函數的話 250幾個啦 所以如果你要通通鎖 這本書其實翻譯還蠻多的 蠻推薦的 其他還有像再來是寫程式 不過這寫程式可以略過了 因為 暫時如果你還不想要 那麼的 再進階的話 你可以學點程式 那其他的話呢 像我的那個 除了講義裡面 因為講義 放的之類有限 所以喔 我有在 網路上有放其他的資料 你可以連結這個網址 裡面的話有更多的教學 因為講義 篇幅 沒辦法放那麼多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看更多 更新的 其實這個網址 有 分大小寫吧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底下有QR Code 掃一下也可以 手機上也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呢 我有放什麼呢 放 包含就是說那個上課用的 範例檔 還有就是 Excel的 那個講義啦 還有那個 雲端白板畫面 雲端白板就是 再補充的資料 都放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要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連結這個網址 好像在你們講義裡面也有吧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針對 某一個範例 做說明 那這個範例的話 我們當然第一個啦 就是用那個 通訊產品 統計 比如說我今天針對 哪個產品 在哪個地區 他的銷售狀況 如何 比如說我取了幾個 通訊產品 然後呢 幾個地區 比如說 針對 北 中 南 然後 東部 那哪一個 產品的銷售的 數量 還有他的銷售 金額 各個是什麼樣 所以第一個啦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取的一個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 原始資料 就是在 右上角 右上角這個資料 應該各位不陌生吧 反正第一個欄 A欄就是年度 第2欄就是 產品的名稱 再來區域 還有賣幾台 銷售的金額 多少 OK 那不過特別注意 右上角這個是已經正規化的 所謂正規化就是說 這個資料你如果未給數紐分析表 他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說今天 假如說你未給他的資料 還沒正規化 比如說什麼呢 像 待會請各位 開啟那個 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是在 我們的 哪個 這個檔案 我們的那個 範益檔裡面 你們待會開啟那個 通訊產品統計原始檔 這個檔案開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長得就不太一樣 這個 裡面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可能要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個 也是一樣年度沒錯 然後 然後 產品的話 他變成產品編號 可是問題如果你今天要輸牛分析表會給他 他出來只有產品編號 他沒有那個產品的名稱 可是呢 你們可以看到 在產品編號這邊 但是呢 但是呢 在那個 我們的右邊有一個表 這個表是什麼呢 我可以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 G到H欄 這兩欄裡面的資料 我可以用什麼 產品編號去查到產品名稱 因為我主要是要統計 是產品名稱 不是產品編號 OK 你不能說我今天弄個報表 裡面都編號 你老闆看這編號什麼東西 老闆你看一下旁邊有個表 你自己再對照一下 喔 對不對 就像你們那個 產品很多編號嘛 你總不可能給客戶說 這個編號 你自己看一下 他說這個編號什麼 旁邊還有個對照表 你再查一下 他已經昏倒 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又不是電腦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怎麼樣 先把資料正規化 所以正規化就是說 能夠符合 樞紐分析要的那個格式 所以第一個可能要解決問題 你要把產品編號變成 產品名稱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還有區域編號 區域編號也是一樣 這邊有區域 他一樣會有一個 A1 到A04 那當然你要把這邊 區域的名稱 要放過來就對 所以 理論上就是要產生兩個欄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產品編號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他跨欄之中 很多時候其實 大家很喜歡跨欄之中 一些很清楚 可是問題 特別注意 蘇納分析表 不能夠用 跨欄之中 所以也就是你要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跨欄之中 通通取消掉 要把它恢復 成 他沒有跨欄之中的狀態 這個叫資料正規化 正規化就是 他要符合 樞紐分析表要的那個樣子 你不能說隨便餵給他一個東西 那很抱歉 那你餵給他他就不幫你畫 而且畫出來 不是你要的結果 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給的資料不對 就是這樣 OK 所以呢我們第一步就是要把 那個 本來不對的資料 變成對的 那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 我們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邊的話 第一步呢 我們可以在 產品好了 比如我針對產品 產品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在C的按右鍵 右鍵的地方可以插入一欄 那這一欄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產品名稱 我可以把那個 產品名稱這一欄的名稱 把它帶過來 OK 那可是問題我怎麼由這邊查到這邊 應該有用過那個吧 查詢的那個函數吧 不是說叫你T01然後這邊就Ctrl C 然後這邊再Ctrl V T02的話呢 再把它T02然後這邊 這邊有Ctrl C Ctrl V 那你 如果你對照表多的話 你永遠做不完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是用哪一個函數呢 查詢函數 有沒有 這邊是一個表 那這邊是 他要對照的 他 就是他自動會幫你針對他這個編號 查到他旁邊的東西 這個有用過吧 Vero函數 沒有嗎 沒有 那 那你們 這樣子 哇那 如果資料量是幾萬筆的話 你每天都在那邊查查不完了對不對 所以 一定要會吧 如果你總不可能說用人工慢慢這樣查查查 我看過真的有人每天 所以他很辛苦每天用眼睛看看到真的眼睛都出問題了 所以其實重點 不是說 他本來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要會學會 不然你用Excel就沒有意義了啦 就像你以前真的還有 我看過有人用Excel 還用計算器 算一算就把它數字打上去 我說上面不是有那個加總功能嗎 你幹嘛在那邊 在用計算 沒有 因為有些人 他就是不知道有這個功能 OK 那所以第一步的話 你要用查詢函數 那查詢函數 第一個 我們在C欄 插入一欄 插入一欄之後的話 做什麼 就是 在 插入那個 上面有個函數吧 這個應該 插入函數這個 這個應該要會 因為Excel最重要其實就是 幫你用函數 解決很多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由 編號 查出名稱 把名稱帶過來 就大概這個需求嘛 那怎麼做 第一步 把游標先放在 C欄 所以你們等一下就是記得在 那個 C欄的地方 插入一欄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上面叫 產品名稱 那我要把 編號查過來 名稱帶過來的話 第一步 插入函數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找到那個 類別部分 因為 因為這裡面的那個函數相當的多 它全部裡面 從頭到尾 A到Z 總共會有250幾個函數 那其中有一個叫V的函數 那你有幾個方法 就是你 或者你在這邊輸入V也可以 輸入V 它會跳到V開頭 那你就找到L V往下找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裡面有一個叫 Vlookup 這個函數 Vlookup 這個函數 那V的話指的是 Vertical 是垂直的 垂直的 Lookup是查詢 意思是說垂直方向 幫你查詢資料 並且把資料帶過來 OK 那 所以呢這個地方找到應該可以找到這個吧 V朗函數全部 OK 全部裡面找V朗函數 這第一個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是覺得更簡單 就是在 類別裡面 不要全部 它是放在叫 檢視與參照 檢視其實就是查詢 在查詢跟參照這個類別裡面 有一個 V朗函數它也可以按類別 所以我的習慣是 切到那個 檢視與參照 那直接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一個就是V朗函數 也可以啦 我的習慣是這一個 檢視與參照 最下面一個 就是V朗函數 第一步找到它 那我知道它可以幫我查詢 第二步的話你要 跟它講說你要怎麼幫我查 所以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它會問你四個問題 那四個問題你如果答對 它的結果就幫你帶過來 如果答錯 就紅色字 就這樣 所以你要 看懂它要問你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們按確定之後 再來的話呢 它會跳另外一個窗 這個視窗的話就是我剛剛講 問你四個問題 那四個問題 的 問題 它問的方式 因為這個軟體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它沒有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它第一個問題 叫 LugarValue 其實中文意思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查哪個編號 你就告訴它 所以 其實 這個函數我覺得最大的障礙 應該是說它 前面這個東西沒有幫你把它翻譯成中文 所以很多人學不會好像都看不懂那個英文 有沒有 因為它前面的敘述是英文的 只是說 我至於看得懂 因為我看懂 它那個英文的意思 所以我就用那個 我直覺知道說它要什麼 那我給它 該要的東西 它就幫我把結果 給吐出來了 所以 等一下 你們稍微記一下 主要是那個名稱 怎麼把它轉成中文 中文的意思 所以我用白話 中文的意思 跟各位講 接下來 RUGA的VALUE 請問一下你要查哪個編號 那 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要查的是這個編號 所以你就點它一下 點一下B2 他就把B2的資料 帶到這邊來 OK 他就B2了 這邊會顯示說 這個編號叫 T001 T001 OK 第一個 我就給你第一個答案 OK 第二個的話 他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Table Array Table指的是 表格 Array是 可以叫陣列 陣列 叫範圍 那個叫 表格的範圍 意思是說 你要查的表格的範圍在哪裡 其實表格範圍 基本上就是那個 我們要查的那個表格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表格 不過通常不會 不需要 查 上面那個 藍位名稱 所以基本上會 查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告訴他說 我要查的範圍在這裡 那所以你就用選的 我這樣選 拉到這邊 選的話記得這樣選 把這個範圍告訴他 OK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意思說 我查這個東西 去哪邊查 去這邊查 他如果查到的 這一欄 他一定是查這個範圍裡面的 第一欄 那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幫我把 地幾欄的資料 帶回來 那所以第3個問題 請col col是col 是欄的意思 index 是索引值 number 白話就是地幾欄 意思是說 你要幫我把那個地幾欄 指的是這個表格裡面的地幾欄 那這邊第1欄在這裡 第2欄在這裡 意思說這邊輸入2就可以了 他就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第2欄 請問一下你要找的方式是要找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要找接近的 如果是輸入0的話 就是說你一定要找到T001 如果沒有T001 他會出現找不到的錯誤訊息 那如果說你要找接近的話 比如說裡面可能有 沒有T001的話 他會找可能T002 或者是其他的數字 那這邊我們習慣因為我們一定會有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0的話呢 表示說 我一定要找 一模一樣的資料 叫T001 OK所以四個問題應該可以理解啦 只是說這四個問題你慢慢熟悉喔 第一個是 所以喔 我錄下來 如果你一下 馬上聽懂 請不會回去 再把影片聽過 然後 因為在座很多人是沒有電腦的 沒有電腦回去一定要 你用電腦做過一遍就記起來了 如果你沒有那個 動手做過啦 說真的你 看太多遍還是不會 所以第一個喔 這個編號 剛剛沒有沒有 電沒插上去 插什麼插上去 OK 誤會誤會 還要恢復了 所以 剛剛那個部分的話就是 這個是代表lookup value 是代表那個編號 table是要去哪個 表格裡面找 然後呢 這個column index指的是 這個表格裡面的第幾欄 所以第二欄 帶過來 第四個問題是 尋找的方式是 完全一模一樣是0 找接近的是1 好 四個喔 特別主要這個V2函數 非常的重要 以我們 今天的課程來說 如果你不會V2函數 很多事情就沒有辦法 把樞紐分析表 給做出來 OK所以特別主要 這個函數一定要很熟練喔 反正就是 知道這個四個問題 以後 就大概這樣 盧法泡製就夠了 你不用知道太多 我覺得你大概 學習就學習 最重要的就好了 好 那這樣好的肉的話 按個確定喔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 怎麼樣 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就做完了 就全部幫你查完 不過呢 你可能要注意 還有一個問題喔 向下填滿喔 它會出現說 怎麼有的對有的錯 為什麼呢 你要在向下填滿之前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因為你如果向下填滿喔 它向下拉的時候有沒有 應該是向下拉的時候 它那個 如果你的儲存格 像V2有沒有 還有像H2拉到I4 對 它這個後面的數字 如果你向下拉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號 這是它的規則 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我要查的範圍 基本上如果向下拉的時候 它這個 B2 現在B2 要變B3 因為我要往下查 所以 這個 2的前面 不用做鎖定 因為如果你鎖定就固定B2 那但是這個 H2到 I4這個範圍 等一下你向下填滿 你不能變啦 因為它的對照表一定是 H2 到 I4 對不對 這個範圍 所以你如果看喔 如果你沒有把它鎖起來的話 它這個下面有沒有 H3變H5 H3變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喔如果你往下 它變成它一直 把那個表格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就沒有表格了 就查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如果你要鎖起來的話 記得 就是要把這個對照表 的 2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跟 4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這個錢的符號指的是 你向下拉的時候 那個數字不要幫我自動加號 OK 因為它的預設規則是一定會加 應該知道吧 向下拉它會加以號 也就是把那個範圍的列 部分鎖起來 OK 當然一般 一般書裡面或以前你們學可能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其實 前後都加也沒關係 H前面加也沒關係 不過我是建議啦 H前面不用加 為什麼 因為向右拉 它才會增加藍 向下拉是增加列喔 數字是列 那前面英文是藍喔 OK 那我們其實只要把 H2 前面加一個 錢的符號 然後 I的前面加一個 那個 4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個錢的符號 給它就好了 OK 那按個確定 固定就對了 所以有錢就固定了 沒有錢就到處要 想要 找其他工作了 錢太少的話 所以現在不是一個議題 叫什麼北漂 是不是 有沒有 好 按個確定啦 OK 所以這個錢 這樣比較好記啦 有沒有 有錢的話 如果老闆給你很高的薪資 你怎麼會想要跑 對 你愛死老闆 都來不及了 對呀 如果你老闆很call man的話 然後 當然你可能隨時都 一邊上班 一邊 查那個104的另一行 有沒有其他職缺 下班之後又去面試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好 這樣的話按向下填滿 其實向下填滿就是 直接在這個空點上面 直接點兩下就可以 這個右下角的空點 有沒有 快速點兩下 他就自動幫你把底下的東西 全部都 查完了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將來你的那個編號 至少都幾千幾萬筆啦 如果你用以前的 塗髮鏈鋼的話 那怎麼可能查得完 一定要用 VIRU函數 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大家 如果有電腦的同學 或者沒有電腦 可以跟旁邊一起用一下 先試做看看 另外 再把那個區域編號 依然地方 再按右鍵插入一個 叫做區域好了 也許在 依然的地方 再插入一個區域 也就是說 由那個什麼呢 再由編號 來幫我查出什麼 查出區 區域 查出區 區域編號 一樣查出 區域的名稱 因為我們A01 看不出來是哪一區 那我要怎麼知道他是 北區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呢 他這邊有跨欄之中 特別是 不能 跨欄之中 所以你要把跨欄之中取消掉 再來查 請各位 試一下喔 我請你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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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 感谢观看